開幕之初風光無顯 結合電影院、飯店、百貨商場 和旋轉餐廳等超人氣設施 本該是日盡大把鈔票的黃金店面 卻因經營不散而日漸落幕 成為如今附近民眾 避之唯恐不及的鬼樓 這什麼啦 什麼你還沒有訂閱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每部影片都要按讚、訂閱、分享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喔 正片開始GO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學弟肯定小姐 學弟姐 兄弟呢不是啦 因為呢我們今天要做一件可怕的事情 開場呢我們現在問他就是 大家知道財神大樓嗎 其實我是做功課的時候才知道這件事情的 財神大樓 在中壢火車站旁邊 你為什麼知道財神大樓 因為呢像我們平常不是常常會做一些不同的題材嗎 那我在找資料的時候就發現這件事情 是什麼是什麼 該不會是什麼猛鬼大樓吧 YES 什麼 而且我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在台北開場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等一下要去哪裡嗎 我們要過去那邊 用狗狗進去實冊 那究竟為什麼要拍財神大樓這個實冊呢 因為呢 那他呢在中壢好像當地的人都知道這個大樓 然後都不太敢靠近這個大樓 對因為他好像曾經發生過好像三四次的火災 然後好像也有不少人傷亡在這邊 然後據說呢他好像現在看起來就是有點黑黑的 就是那種火災的事後的樣子 聽說那邊就是一般學生不敢去的地方 所以只要是中壢人都知道囉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那個財神大樓啊 於1979年建立 坐在中壢火車站外的絕佳位置 占地約336坪 開幕之初呢 風光無限 結合電影院 飯店 百貨商場 和旋轉餐廳等超人器設施 本該是日進大把鈔票的黃金店面 卻因經營不散而日漸落幕 成為如今附近民眾 避之唯恐不及的鬼樓 好那他的一樓啊 就是現在就是販售手機手錶和小事的復合式商場 對然後他還有幾樓是賓館 然後我據說現在好像也還有幾戶住在那邊 那總共就是有好像有三次的火災的樣子 他最後一邊就是那個旋轉餐廳啦 就可是現在好像已經變成就是廢墟了 就很荒廢這樣 喔對然後呢 他的十樓是出租套房 然後呢 住戶多半是獨居老人之類的 然後外籍移工最底層的弱勢族群 然後他就有非常多的都市傳說 然後也有很多探險的Youtuber啊 或是FB的那種專門探險的人 都有去探險過 然後都發生過很多靈異事件 就好像是拍到有 就是那種晚上去探險 然後拍到人臉 然後聽到什麼詭異的聲音 但是呢 我們去探險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 他是可以進去的嗎 不行 對所以我們可能 他上面廢棄的地方就不能上去 對所以我們可能頂多進去一樓走一下而已 等一下就是看一下那個現場的狀況 好那我們看完了這個 猜神大佬他的事蹟吧 待會我們去實測吧 我們看會發生什麼事 對好 因為呢有空中說想看我們去猛鬼大佬 實測狗狗濾鏡 那我們就去實測 對我們等一下就要直衝桃園中壢 看到這裡大家是不是應該做什麼事情 大家記得要按讚訂閱 記得要先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還有分享 好那記得還要追蹤我們的IG 加入會員支持我們喔 對 好那我們就馬上出發吧 我們馬上去實測吧 我們來測鬼 看看發生什麼事 Let's go GO 出發 好 沒錯各位 我們已經來到了我們要來的一個地點了 瞬間移動 不是 我們現在人在桃園中壢這邊 對 中壢火車站 中壢火車站這邊 中壢火車站 然後呢 在我們旁邊的就是我們要來的地點就是 財神大樓 是財神大樓耶 真的是跟傳說中一樣就是 好像是火在過後那種比較黑黑的樣子 跟大家說我剛剛看到的時候其實真的很害怕 因為它大概二樓以上全部都是黑的 對啊 這怎麼都沒有去修復一下 而且我真的不太敢就是很認真的看上面那幾層 你說會不會有人這樣往我們這邊看嗎 對啊 真的 欸 真的 現在是大白天喔 現在大概快12點多 我們是大白天來喔 就已經感覺到那種很恐怖的感覺了 有種陰生鬼異的感覺 因為它是全黑的這樣 但聽說好像上面還是有住人 但是沒有很多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用狗狗溜進來這邊拍一下 然後我們就看我們能去哪裡就拍到多少這樣 因為它一樓好像還是有商店 對 所以我們可能是外面 然後我們可能就從外面拉近然後拍每個窗戶 然後看會不會拍到什麼東西 然後或是去一樓呢 我們來看看可不可以拍到什麼東西這樣 對 那你覺得今天會拍到什麼東西嗎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OK 好 那我們就把它實測吧 拿出我們的狗狗溜進來這邊實測 好 那我們就要慢慢的拍 然後看現在發生什麼事 好 上一 let's go Go OK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 第一個點呢 我們就直接從這邊呢 往整個財城大樓拍狗狗濾鏡 然後我就每個窗戶都拉近 然後看那個狗狗濾鏡會不會拍到什麼東西 好 那我先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OK 一樣狗狗濾鏡 狗濾鏡 你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有 OK 好 那我們就馬上往這邊拍吧 喔 好緊張喔 欸 我覺得這等一下可能會很多啊 因為財城大樓有發生過三四次的火災 所以可能有一些往生的人 所以我不確定會不會拍到 所以我不確定會不會拍到 好 那我們上來拍囉 3 2 1 Go 哇 欸 這樣 好恐怖喔 會拍到什麼東西啊 可是它現在 到了外面有那個 競選的東西 所以看到臉很正常 因為會偵測到它的臉 好 那我們直接從二樓開始看好不好 好 那我們直接從二樓開始看好不好 好 那我們直接從二樓開始看好不好 目前都沒有拍到什麼東西 好像都沒有 我目前二樓晃了一圈都沒有看到東西 都還沒有就對了 那我們再往上一點 我們從那個競選看板往上看一下好不好 好 好 我再來 這個應該不知道是 六七樓 我們來看一下 好像都沒有喔 欸 其實放大看蠻恐怖的耶 好恐怖喔 天啊 真的會拍到東西耶 欸 我真的第一次白天拍這麼恐怖的耶 對啊 而且我這樣放大 跟它 跟它臉的話其實會蠻容易的喔 我等一下手會抖耶 競選看板就好轉 好像都沒拍到吧 或是有換過我不知道 目前好像都沒有拍到東西耶 欸 要可能白天現在可能拍不太到也有可能 嗯 好 那我們已經從 外面拍大樓已經測試了一次 好像沒有東西 那我們就馬上進去裡面 我們要看會不會拍到什麼東西 欸 等一下超緊張的進去 對 進去可能會比較有機會喔 因為比較近 對 好 那我們去看看 GO OK 好 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一樓 我們已經從對面走過來了 然後呢 其實它的一樓啊 我覺得還滿正常的耶 就是一些 其實就是商店街啦 不然就是有賣雞排啊 然後手錶店 然後一些吃的 然後都很正常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好 好像沒有什麼怪怪的感覺 對啊 但是我們剛剛有發現 它有開始可以往二樓 或是一樓的地方 看起來很怪怪的 然後二樓剛剛有人 這邊的人說好像 商店有點複雜 叫我們不要上去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看情況 看要不要上去這樣 那我們就慢慢從這邊開始實測吧 我們看一樓可以拍到什麼東西 好 OK Let's go OK 這邊就是 一樓二樓行進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 這邊呢 都是很正常的 夾夾娃機 然後 手機店 然後車輪餅店什麼的 然後呢 這邊看裡面是有一個 往二樓跟地下室的地方 對 那這邊有個二樓的部分啊 然後呢 這邊的店家說 建議不要上去 因為他們比較複雜一點 對 所以我們就先一樓拍拍看 然後看看拍到什麼 我們看一下 那邊就夠了 好像是 B1 B1下去感覺蠻恐怖的耶 B1 真的好黑喔 好像有電影這樣 後面 到底是哪裡 後面好多久 喔 這邊有點 開始比較髒一點 好像都有一些鐵門走 欸 下面有點不敢過去耶 這是 蠻小的倉庫吧 嗯 然後這邊有些雜路 這樣 我們現在在一樓這個地方 是公共的地方 欸 這邊其實有點味道 嗯 然後這邊可以往二樓上去 但是 這邊也蠻雜亂的 上樓 然後這邊 這邊可以往一樓 搶入的東西 這邊是一半堂子 那邊很恐怖耶 你看 那邊很恐怖耶 你看 那邊不知道是哪裡耶 雜亂一點 是一個某個區域這樣 有點那麼穩穩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雜亂 吃飽有沒有拍到什麼啦 欸 這邊看起來蠻恐怖的 這好像是有 養狗狗還是養貓咪的東西 嗯 恐怖喔 我看到沒拍到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覺得裡面很涼啊 那邊乖乖的 嗯 怎麼辦 那我們趕出去喔 快快快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稍微去二樓看一下 然後看會不會拍到什麼東西 因為二樓好像很乖乖 我們看看 我們 name ok 剛剛上去拍了 然後 我剛剛往三樓拍一下 三樓是全黑的 超恐怖的 天啊 三樓以上好像都是全黑的 對啊 我們剛剛在外面看就已經是全黑了 我剛剛是很怕我拍一拍 然後後面我突然就像一個人臉這樣 天啊 我剛剛在拍的時候也是手有點在抖你知道嗎 其實沒什麼啦 只是二樓他們好像比較不太方便上去 所以我剛剛就稍微上去看一下 對 因為如果是私人的地方 我們就不要隨便亂闖 OK 好 我們再看劇業拍一拍什麼 GO GO 好 各位 我們現在先進來 這很像廢墟耶 我們來回看看 什麼啦 快 OK 好 沒錯 我們剛剛已經從財神大樓出來了 對 剛剛我們最後呢 不是有個很慌張的一段嗎 我剛剛那超緊張的 我真的死 因為我好像有晃到什麼東西 因為我其實想進去裡面就是拍一下裡面的感覺 因為我們剛剛在拍檔下去的那邊 有點怪怪 有點不舒服 然後我又想進去拍一點畫面這樣 結果好像有晃到什麼東西 然後裡面真的是會讓人家很有壓迫感 就是那個角落 然後那個樓梯裡面 而且那邊看起來有點髒髒 然後怪怪的 而且感覺就是荒廢了很久 對 像什麼 地上都是垃圾什麼的 像什麼廢棄的地方 剛那邊就是一樓就是外面很正常 就是有什麼車輪餅店啊 手錶店 手機店什麼的 然後再往裡面的話 二樓是好像是電子遊戲場吧 對 可能上面就沒有辦法拍給大家看 就應該設計上面拍 只是那邊好像不太方便啦 不過我有上去從另外一邊拍二樓 然後那邊就滿可怕 那邊就是有點類似荒廢的地方 然後有很多雜物堆積 然後他還把電梯口擋住 所以我有點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上去二樓 然後我卡住上不去 然後我有往三樓拍一下 三樓超恐怖 全黑的 然後那時候拍的時候我就很怕有那個 什麼突然有人臉出現 放過去這樣子欸 對 其實我們本來想上去往上拍的啦 但是我覺得不知道有種壓迫感 而且你剛剛是不是我們拍完結束之後 你是不是一度有點同意 就我們其實我們這場人其實都還滿頭暈不舒服的 對 所以那邊就是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邊真的是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們就大概只拍到二樓就差不多了 那也不知道我們這次整個狗狗濾鏡有沒有拍到東西 所以我們就回去再檢查 或是大家看完前面應該就有看到可能出現一些東西了 所以這次財城大樓這個狗狗濾鏡實測算是 就還OK啦 就是算是探險成功 那如果大家想看我們去哪裡實測探險 然後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去哪裡拍什麼都市傳說這樣 我們也算是第一次拍這種鬧鬼的大樓 那我們下方可以下方留言喔 好 那我們記得到這邊要錄喜歡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開啟鈴鐺 然後記得追蹤我的IG 記得要追蹤我的IG喔 記得加入歡迎支持我們喔 那下次見再見掰掰 掰掰 請留言 請留言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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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